同为大型食草动物 狮子为何敢吃水牛而害怕犀牛呢 在广袜的非洲大草原上 草原之王狮子可谓是所向披靡 它们几乎无所不吃 就连重大一吨的水牛都在它们的食谱上 但当狮子遇到迎面而来的犀牛时 却立马掉转步伐 撒腿就跑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狮子真的打不过犀牛吗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这两种动物的实力究竟怎样 首先看犀牛 犀牛是陆地上第二大的动物 提形仅次于大象 成年的犀牛可以长到2.5米以上 肩高在1.2米到2米之间 体重可以达到2吨 这种体型就连水牛看到也望而生了 更别说狮子 除了体型庞大 犀牛还有另外两个秘密武器 其一是它们身上的皮肤 犀牛的皮肤可以达到2.5厘米厚 并且十分坚硬 用刀具都很难刺穿 这样的皮肤能很好地抵御猎势者的利爪和牙齿 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力 犀牛才能草原上横行霸道 犀牛第二个秘密武器 就是它们头上的大脚 犀牛脚是犀牛攻击的主要武器 一只成年的犀牛脚 可以长到90厘米 这些脚通体实心并且尖锐异常 可以很轻松地刺穿食肉动物的身体 犀牛的脑袋硕大 四条腿就像四条柱子一般 看似十分笨重 实则不然 犀牛十分灵活 它们在奔跑时速度可以达到惊人45公里 这样的奔跑速度 加上厚重的身躯 活脱脱就是一辆重型坦克 就算狮子想吃犀牛肉 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狮子经常猎杀水牛 却不敢招惹犀牛 是真的打不过吗 犀牛虽然强大 但面对草原之王狮子也不敢太过放肆 毕竟狮子的战斗力可不弱 成年熊狮的体长在三米左右 体重可达200公斤 这种体型在面对犀牛时显然不够坎 但体型并不代表一切 狮子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动物 它们为了提高狩猎的成功力 遇到猎物是往往是拳起而攻 它们分工明确 熊狮的弹跳力不如磁尸 所以在日常狩猎中 往往都是磁尸负责追赶猎物 消耗猎物的体力 而熊狮负责给猎物最后一击 为了让狮群成员都能吃饱 它们往往会猎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猎物 于是非洲水牛就成了它们的目标 一只非洲水牛的身高 可以达到1.8米 体重可以达到500公斤 并且性格暴躁 头上两对尖锐的牛角 让许多食肉动物都望而却步 即使这样 每年仍有无数的水牛丧生于尸口 据了解 非洲水牛占到狮群食谱比重的40% 由此可见 狮子完全有能力杀死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 所以 虽然狮子在单打独斗上打不过犀牛 但当犀牛遇到狮群时 很容易就被狮群这种庞大的阵仗给吓到 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狮群的包围圈 即使有着厚厚的皮甲保护 也很难应付一群狮子的饲养 最终成为狮群的盘中餐 既然狮子有能力杀死犀牛 为何很少见到狮子猎杀犀牛呢 狮子为什么不敢猎杀犀牛呢 狮子虽然能猎杀掉水牛 但猎杀时也是极其困难的 给别说更加强大的犀牛了 水牛虽然是食草动物 但体型庞大 性格暴躁 极其富有攻击性 而且水牛是群居动物 当受到狮子攻击时 会将幼崖包围在族群中间 所以狮子攻击的水牛 都是那些落单的老弱水牛 即使这样 狮子也面临这被野牛的反煞的风险 虽然犀牛可以为狮群提供更多的食物 但犀牛的战斗力 更是比水牛高出不少 犀牛不仅皮操肉厚 头上的大脚也比水牛更有威胁力 并且犀牛是独居动物 性格跟水牛比起来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稍微受到点刺激就会发起攻击 狮子一旦被犀牛打中不死也得残疾 为了一顿饭打上一条命 很显然并不值得 所以狮子在野外并不会随便去攻击和招惹犀牛 犀牛虽然在野外所向披靡 很少受到食肉动物的威胁 但即使这样 它们也依旧逃脱不了人类的捕杀 由于犀牛体型庞大 人们会在饥荒年代 大肆猎犀牛来补充食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开始发掘更多犀牛的价值 它们的皮甲被人们拿来做成了盔甲 头上的大脚被人们拿来做成了精美的艺术品 经过长年累月的猎杀 如今这种动物已经逐渐宾灭绝